清朝最铁的欧洲盟友是谁 那毫无疑问是法国 康庸前三代时的法国与清朝之间的关系 那简直就是铁到不能再铁 甚至一度被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称为 凡尔赛北京轴心 两国之间的缘分开始于17世纪80年代 当时路易十四组织了一批科考人员 前往全球进行地理考察 但对于中国呢 他不甚了解 也不敢擅自派人前去 于是他希望当时的耶稣会 能够派遣一些法籍传教士组成使团 代表法国前往中国 康熙十七年也就是1688年 路易十四派遣的第一个使团到达北京 使团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张成和白进 这些传教士大多供职于康熙地的宫廷 随事左右的同时 还为康熙讲解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介绍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令康熙大开眼界 向张成还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生一起 协助索俄图与俄国展开谈判 最终促成了尼部署条约的签署 康熙32年1693年 康熙以白进为特使出使法国 伴随着白进一起前往法国的 还有康熙特意为路易十四准备的礼物 白进于康熙28年 也就是1699年返回中国 又带回了路易十四的问候和回礼 自此清法关系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中国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远度重洋被运到法国 成为风靡法国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伴随着商业上的往来 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自然也不可避免 在中国 在张成白进等传教士的帮助下 康熙悉心研究西方的数学物理学 天文学和逻辑学 甚至达到了十分精通的水平 他们还将治疗瘧疾的特效药 金基纳霜推荐给了康熙 在法国 中国的儒家经典 深受法国思想家的重视和追捧 启蒙思想家福尔泰 就是孔子的头号粉丝 至乾隆年间 清朝与法国之间的关系有增无减 乾隆年间风靡一时的法郎彩 就是法国传教士将欧洲的彩绘工艺 带入中国 并应用在瓷器制造上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 在欧亚大陆逐渐联维一体的18世纪 清法两国之间有了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俄国和英国 乾隆年间 俄国的叶卡基里纳二世横空出世 在他统治期间 俄国向西与土耳其争夺黑海 向东则多次寻找机会 企图干涉清朝内政 而此时的法国 面对日益强大的俄国 也同样深感担忧 除了北方的俄国 法国的传统宿敌英国 也出现在了清朝的卧榻之侧 清缅之战 库尔卡之战的背后 都有英国人的身影 于是在乾隆30年 也就是1765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向清朝派遣的两位 长期履居法国 并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籍特使 即高类斯杨德旺 双方的关系得以再度拉近 法尔赛北京周心 从商业同盟 逐渐走向政治同盟 乾隆也多次表达了 向法国派遣使团的愿望 但可惜的是 乾隆54年及1789年 法国爆发的大革命 以此为分水岭 法国陷入了长达 半个多世纪的动荡 而清朝这边 乾隆皇帝也如梦方形 垂垂老矣的他 开始惧怕变化和开放 对外逐渐内敛 对内则疯狂肃清白连教 但形势却远非他能控制 双方的缘分也就此中断 待两国再次看见彼此之时 法国已经在革命的废墟中 再次崛起 而清朝则已沦为 列强的板上鱼肉 当圆明园的火光 染红北京的天空时 曾经的铁杆盟友早已不在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个放火的强盗 执独下方朝则 uxe 阳 脚